以前那个年代你把生米煮成熟饭 那这个女人就是你的了 现在这个年代 你就是把生米煮成爆米花都不管用 有人说以前的女孩子会像他们妈妈那样做饭 现在的女孩子只会像他们爸爸那样喝酒 如果一个人30岁的时候死了 大家就会说好年轻啊可惜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30岁的时候活着 大家又会说你已经不年轻了 要说现在最难的一批人应该就是90后比较早的这一批人 现在是八年后的一手这天 零零后的无法无天 一年后的宠上的天 七年后的吃喝玩乐 天天是星期天 可怜的90后他活的是一天不如一天 孩子还没长大老人渐渐变老 物价天天在长房子购买不起 他刚出道就挣了三个亿 一个失忆一个回忆一个不容易 他们现在谈爱情已老谈死亡太早 跟年轻人谈经历太幼稚 跟老年人谈人情事故又不好 出去疯狂又怕糟 任性说你不成熟 沉默说你装清高 时尚说你有点飘 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刚想消极一回回头一看 妈呀 上有老 下有小 这年头做人难啊 好了遭人嫉妒 差了让人瞧不起 开放点说你烂 保守点说你装 冷淡的说你傲 热情的说你浪 忠厚点说你傻 精明点说你奸 走在前头挨闷棍 走在后头全没份 总之 你做得再好 对不起 也会有人从你身上挑刺 这不是鸡汤 这是现实 看完不过瘾 看完还想看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 添加朋友 再点击公众号 输入千笑区 输入千笑区 关注千笑区 进群看更多视频